鳳國島不論水上水下都好玩到瘋掉耶 在地的地培推薦啦啦5個跳島必玩的重點行程喔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第一個行程搭乘這個全世界最長的跨海纜車 全長將近8公里 而且它可是有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的喔 那同時呢它是連接著本島到鄉島 在纜車上看到的風景真的超級美的 可以看到無敵大海景啦手機拍到記憶體都快要沒了 推薦你們來的時候一定要搭乘喔 第二站來到鄉島之後 避搭這360度的觀景台 由下往上慢慢的旋轉升高 到頂點之後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整個鄉島樂園喔 來到鄉島一定要玩的還有這個 全亞洲最長的木造雲霄飛車 然後剛上去的時候就聽到那個木頭 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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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就哇真的 刺激度爆表非常的好玩 我們做快艇來到了海洋珍珠島啦 一下快艇就有專人帶我們去SUP上拍美照 而且它還會教你怎麼擺POSE 超厲害還會出動空拍機 是不是就像巨星一樣的感覺 一整排的海邊造景 隨便拍都超美的 千萬不要忘記 帶上你最漂亮的泳裝和泳衣來拍照喔 最後一定要玩的就是浮潛 這邊的天氣非常的好 所以海水能見度很高 超級青澀 還有跟可愛的熱帶魚一起游泳 超級好玩 看完啦啦介紹這五個重點行程 是不是非常的心動 想要趕快來呢 現在富國島跟台灣有直飛的班機喔 趕快去跟你的老闆請假 買機票來玩囉